刘翔的微博下,右键六千条评论,用各种方式申请表白,十年了,中国人民谢你一句对不起,有人一针见血地指出。 如今跟风道歉的网友,正是当年跟风骂他的那部人,可刘翔好像凭空消失了一样,在这场盛大的集体回忆中,他显得格格不入,不接受采访,不回应,谁都找不到他。 文理一万图,视觉中国,编辑相容本文约六千零一十二字,阅读全文约需十二分钟八月十八日,第十八届亚运会在雅加达开幕。 十年前的这一天,刘翔在鸟巢的110米蓝决赛赛道上,黯然转身离开,亚运会与奥运会都是改变刘翔命运的关键词。 十六年前,刘翔在釜山亚运会上,夺得了110米蓝冠军,创造了新的亚洲纪录,那时的刘翔正站在天梯的入口,数不清的冠军头衔和世界纪录等待着他,一路伴着嘱咐和掌声。 然而,不断叠加的荣誉和赞美,在2008年北京奥运会上断崖式的崩塌,取而代之的是不容分辨的诋毁和骂骂。 2002年9月29日,2002府山亚运会男子110米蓝决赛,刘翔获得冠军北京奥运会开幕十周年纪念日当天,刘翔清冷,已久的微博罕见地热闹了起来。 他发布在8月3日的一条就不文下,几六千条评论用各种方式申请表达,十年了,中国人民亲你一句对不起,有人一针见血地指出,如今跟翁道歉的网时的经验相比。 刘翔的告别仪式简陋暗淡得多,甚至显得有些草率,他没有举办新闻发布会,没有话筒和指光灯,只是在重开不久的微博上发了一篇文章。 题目就叫,我的草道,我的蓝,刘翔微博截图时间选在2015年4月7日,这个日子比人们预料中要晚得多,他舍不得离开,还是想着康复,赛跑几年,也有人猜测,这是为了维护赞助商的利益。 每天的八卦新闻花样翻新,时间久了,久未出现在赛场的刘翔早已被逐渐淡忘,意料之中的退役没有激起太大水花,媒体大多送来了祝福,也有人略带伤感的感慨非人耻目。 刘翔早就知道,自己总有退役的一天,生活也肯定会回到从前的样子,李宁和朱建华过去也很红,现在照样可以过正常人的生活。 他不奢求人们记住他什么,只希望大家提到刘翔,记得我是个困难的就足够了,退役前两年,他就已经试着让自己过普通人的生活。 一开始,他经常被邀请参加一些与体育相关的活动,但大多选择礼貌的拒绝,算了吧,他在公众面前越来越沉默,曝光率极低,和熟悉的媒体关系越来越疏远。 最近一两年连信息都很少再回复,2015年5月17日,上海2015国际前连钻石连三上海战,刘翔退役仪式举行在过去的职业运动员生涯里,刘翔找不到自己,仿佛只是为前进场上那一个目标活着。 除了训练,他在生活的其他方面,就像是一张白纸,没怎么谈过恋爱,也没什么朋友。 有一次被记者问到喜欢看最近的哪部热门电影,他都没听说过,自嘲咕噜寡闻。 后来在美国治疗时,他从网上下载,了很多影片装到硬盘里,也不看,都存起来。 师傅孙海平让他专心准备比赛,他就立刻上前表决心,绝不恋爱,让伤势要补充营养。 好不容易吃到最爱的妈妈菜超扇鱼和松鼠鱼,却被媒体指责烫了三十斤。 他觉得自己对之前的人生没有掌控,退役后,甩掉了一个大包袱,享受着多年未有的自由,终于能一个人身份去做点事情了。 他突然不知道自己该做什么了,原先的人生目标一下子消失了,生活没有了动力,他才开始真正寻找自己。 思考刘翔你到底要的是什么?你要的是什么样的生活? 刚退役那段时间,他失常回新装跑步,做梦还会梦到参加比赛的情形,后来慢慢去的少了,只是跟师傅孙海平偶尔电话联系。 孙海平偶尔的出来,刘翔需要一段时间休整,处理自己的事情,自冲腿长,演好,跑得快递刘翔,超市过很多种可能性。 他与体育界好友保持过一段时间互动,上过好几档综艺节目,与赞助商合作举办公益活动。 闪婚闪离,兜兜转转又回到了初恋女友的身边。 刘翔在综艺中急速前进突破自我,COS美少女战士,注销了运动员资格证后,再也不用每天到国际前连网站,宝贝自己的行踪,可她仍然极度自律,体重管理得很好。 陆志真人秀是永远第一个道,以千里论真的连刷30条微博配合宣传,尽管评论少得可怜,只有学几条,她没有担任任何行政和社会职务,只是想读读书,沉淀一笑自己。 她在华东是办大学读体育管理专业的博士生,考试前祈祷自己能全蒙对,放假了兴奋不已,开学前一天四脚朝鲜躺在草地上,拍照已是绝望。 她花了一年多时间调整,要为自己想意想,为自己打算一下。 2017年,她的微博情更了一年,真正的留下到底应该是什么样,她还在试着寻找。 不着急,快满特别重要的是掌握好节奏,退役后,我也在寻找新的节奏。 刘翔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,回归平凡后,她沉浸了很多,想起过去骄傲张扬,有点嘚瑟的自己,会忍不住失效。 现在还这样,人家会说这人好傻,很多人把我想得很悲情,好像我在这个运动里受了多大的伤害,有多大的委屈似的。 其实我自己真的没有这样的感觉。 刘翔2017年接受南方人物周刊采访时说,我还是感谢这个项目,感谢很多人,我只是是个篮架之间,跑得比别人快一点而已。 但我从这110米里得到了太多,她明白自己的幸运,世界上,没几个人可以拿奥运冠军,多少人排着队断跟剑,也抢不到这个机会。 正如她在访谈节目中所说,一个时代能够刮一阵风,我觉得我就足够了,我很知足了,向刘翔道歉,的风刮了过去。 曾经在自我满足中的网友们又忘了寻找刘翔,可谁也找不到的刘翔知道,我还在,我身体里最本真的东西还在,谁都抢不走。 更多报道请关注公众号,包养聪people,boy and clown people。 有,正是当年跟风骂她的那部人,可刘翔好像凭空消失了一样,在这场盛大的集体回忆中,她显得格格不入,不接受采访,不回应,谁都找不到她。 当年被骂的最狠是,她几乎陷入自闭,可从来没有埋怨过谁谁谁,也没有去责怪谁谁谁。 如今被一群人追着道歉,她也没打算站出来,展示宽容和大度,退役这几年,她开始学着,在自己的节奏里自得其乐,我只是我自己,不是谁眼中的刘翔。 8月17日,七夕节,刘翔若无其事地重新出现在了微博上,秀起了恩爱,礼物不能少,除非不想好。 评论术又回到了以往的几百条,那些像潮水般生涌而来的歉意,如同当初铺天盖地的辱卖,悄无声息地静静退去了,我能放过自己。 别人不会放过自己,今年春节前后,在网上失踪一年多的刘翔恢复,老发微博的习惯。 每周一两次,风格比一望更接地气,美食美景,旅游自拍,练体能,配合赞助商作工艺,闲暇时溜溜爱却QQ,偶尔自制健康无添加的面包,蛋糕和万月莓饼嘎,嘲笑妻子吾女士不会洗苹果,或是把各色运动鞋摆成一圈召唤神龙,博文聊聊术语。 搭配一两个土味表情包,为数不多的留言大多来自铁杆粉丝,退时就下决心要做个凡人的刘翔,终于过上了跟大多数普通青年没什么两样的生活。 此时,距离他第一次被媒体和观众作优的水泄不通,已经过去了整整14年。 其实在2004年雅典奥运会之前,刘翔已经拿了至少11次国际大赛的冠军,但他真正在中国家运户晓,确实是在雅典打破奥运会记录之后,他兴奋地冲着射线机镜头吼出了亚洲游卧,中国游卧,晚上回到奥运春宿舍。 他把金牌塞到枕头底下,把门窗锁上才敢睡觉,觉得自己可以幸福的死去。 从雅典回国的飞机上,他只睡了三个小时,签了几千个名,一下飞机还是被媒体的正式吓傻了。 他向陀罗班被请到各种场合采访,录节目,接受表彰,父母在北京待了三天,只跟儿子吃了一顿饭,回到上海, 从小区门口到他家楼下一百一十米左右的距离,刘翔十三秒内就能轻松跑完,却整整走了半个小时。 为了保证他的安全,公安局在每层楼安排了三个警察,那时的刘翔无忧无虑,爱说爱笑。 他父母对白严肃说,儿子快三十岁的人了,还像个大男孩一样,喜欢在赛场上做鬼脸,回家高兴地往父母中间一躺, 滔滔不绝地说到后半夜,跟家里做家务的阿姨也能聊很长时间。 得了奖,他整个人都是美滋滋的,拍照笑,对着天花板也笑,碰到邻居,门卫和食堂打扮的阿姨,他都主动打招呼。 这样人家会很开心,那是刘翔人生中当具无愧的高光时刻。 他身负十数个广告代言,将无数奖项和赞预览入环,中,甚至登上了美国时代周刊的封面。 他是媒体当之无愧的宠儿,也恶于向媒体敞开胸怀,刺眼的闪光灯照得他有点烦,可他仍然配合采访,给经常打交道的记者打电话,发短信,甚至主动聊起心事。 他没受过伤,没遇到过挫折,自信爆棚到有些飘飘然,感觉自己真的没问题。 英国广播公司专闻着,在这段时间,他似乎做什么都是对的,刘翔登上美国时代周刊的封面人生的转折点来得猝不及防。 2008年奥运会跑道前因伤病退赛,刘翔的行线一落千丈,飞人骤然跌落谷底,冷潮热放铺天盖地的袭兰,想腾地点起一把火,把火网的荣誉烧得灰飞烟灭,人们指责他是影帝,骗子。 临阵逃脱的懦夫,说他一心就想赚钱,有人把刘翔称为刘将,还有人戏称他是刘跑跑,刘不跑,只要他出现在镜头前,或是社交平台上有更新,就会立刻被攻击和辱卖包裹。 任何小事都可能被炒作成负面新闻,就连他代言的汽车出了车祸,车主都嚷嚷着要起诉刘翔。 还有人替国家算了笔账,环保型塑胶跑到上百万,力量训练器械上百万,一套铅是跨篮几十万。 从雅典到北京奥运会的四年,国家为刘翔一个人就投入了超过三千万元,他一下子猛了,不知道该怎么应对,他想解释,可不知道该说些什么,身边的人保护他,不让他发生。 而一旦发生了事情之后,谁都不想替我说几句,又让他特别难过。 他嘴硬的说不疼不痒,看过算过笑过,不在乎,可还是抑郁的几乎自闭,身边关心他的朋友直言不讳,你还行不行? 不要硬撑了,不行就退了吧。 田径运动员的巅峰时期大多不超过四年。 2008年9月24日,中国正海,刘翔在教练孙海平的指导下,进行力量恢复训练。 那是25岁的刘翔第一次尝到人情冷暖,是他炎凉搭各自的滋味,也是从那时起,媒体在怎么千包百计的追踪,也很难找到刻意躲避的刘翔。 2009年北京两会期间,为了能采访到刘翔,密密麻麻的记者一大早就守到人民道会腾东门口等待,可刘翔早已悄悄从西门进去了。 退彩后第一次回到新庄基地,为了躲避记者,刘翔放着酒后的汽车不坐,当着自行车一头扎进了大雨里,摄影记者举起相机准备拍照,他头也不抬得飞快逃回宿舍。 他花了一年多时间,也没让心里那口气顺过来,晚上睡不着觉,想抽烟喝酒麻痹自己,可吃草的味道真不好,喝酒又害怕,喝醉了没人抬我回去。 他后来在访谈节目中回忆,感觉自己不太对劲,想找人揍自己一顿,似乎只有疼痛才能让他清醒和舒服,有时候突然觉得,都这样了,还有什么可留恋的呢? 出交得了了,直到2017年,刘翔才,在鲁玉纽约中淡淡提及,他想得过退役,可我能放过自己,别人不会放过自己,这都是每个人的命,我的命。 不愈有约视频截图完了,我的奥运完了,虽然并不请愿,但在事后,刘翔曾不止一次地本要求回忆那个难开的时刻,为什么选择退赛?你在想什么?你难过吗?周围发生了什么?网上很多人骂他,你为什么不爬到终点去? 他说不清楚,那时没有任何伤病经验,他的一切作为都出自本能。 2008年8月18日葬天,现场广播理想起刘翔眼上退赛的那一瞬间,整个鸟巢立即陷入一片死寂,月十秒钟后,远处有人喊了一声退票,这个坐满观众的巨大体育场,才慢慢重新活了过来。 那是中国第一次主办奥运会,成为体育强国的民族自豪感,酝酿到了顶点。 刘翔那块几乎是铁板钉钉的金牌显然橙色最足,110米蓝决赛的门票在黑市上,被炒到了票面价格的20倍以上。 他被写上的号码是1356,被解读为背负着13亿人,56个民族的重托,在家门口参加世界顶级赛时,刘翔做梦都想在家乡父老面前,让五星红奇升到最高处,可翩翩脚出了稳奇。 根键树有三个概化点,就像栽在他鞋底里,藏着很多小沙子。 他试图一痛止痛,入场前使劲用脚踢墙垫,腾得鬼酷狼嚎的叫,整个身体都在发抖。 2008年8月18日,刘翔一伤而退出比赛,正如央视记者邓日那所说,当年雅典大家有多爱他,北京就有多爱他。 刘翔的父亲后来告诉媒体,刘翔也想过,是跟别人打个招呼退场,还是举个工退场,后来还是觉得黯然退场比较好,走出赛场,没有一个人敢跟他说话。 他也没话可说,尿潮体育场的一个副厂长跑过来安慰刘翔,他主动提出跟对方拍张照片,他觉得自己恐怕要就此告别赛场,再不合影就没机会了。 他一批一批的合影,拍了有半个小时,志愿者把他带到休息室时哭了,他没敢看,从冰桶里招了一把冰盖住眼睛,洗礼拼命安慰自己,没关系,没关系,都没关系,人不可能一直站在高峰,没有低谷。 过惯了此前一番风顺的人生,刘翔试图说服自己,人生总要有一些不一样的经历,他照常看电视,看报纸,上网看新闻,甚至逼自己去看奥运会退赛的镜头。 这是事实啊,这是过去的事情,你必须的把它记住,他只是没想到,一下子大家怎么会变成这样,从那一刻开始,离开赛场的念头总在他脑中徘徊,时不时冒出来,身体在缓慢的恢复,走出心里阴影却很难。 在美国描伤期间,刘翔好几次打电话给父亲,说不想练了,据说他曾赌气般的提到如果再受伤,我就不跑了,填管中心第二天就出来辟调,说这是假新闻,还对所有采访下了封口令。 2011年3月9日,北京,刘翔在参加两会期间坚持训练在战,即将到来,的田径市外赛季2009年9月20日,刘翔复出,在黄金连赛上海战得了亚军。 据腾讯体育报道,赛后,他在父亲面前嚎啕大哭,眼泪像水龙头一样哗哗的流下来,我恨,我恨,肯08年的比赛没法比。 这么好的机会,我不可能再回到以前那个样子了,我现在纠婚,我现在不想比赛了。 次年5月,国际田园暂时联赛上海战的比赛中,刘翔十年来第一次输给了史东鹏,他在公开场合大度地表示为对手开心,可当晚还是难过的一宿没睡。 他早就说过,运动员都是以失败为结局的,只要过内有运动员超过他,就说明他不行了,该选择退役了。 时事仿佛一个轮回,2012年,再次走上伦多奥运会的起跑前,想动复发的刘翔以欲敢此次出征凶多吉少,但他别无选择,你断也要断在赛场上,必须给自己一个交代。 他想替自己的人生扳回一局,不想再被骂射林阵脱逃的懦夫,急跑后快过第一个篮,他用力一灯,脚踩在篮板上,太空了,跟剑断掉的一瞬间,他仿佛听到清晰的蹦的一声,心里那根弦也断了,完了,我的奥运完了。 他买脑子疯狂地转着这句话,跪倒在跑道上,突然笑了一下,竟然觉得前所未有的轻松,也挺,好,这样也挺好,退出赛场时,他忽然返回,单脚跳到终点,又回头亲吻告别了陪伴自己十多年的老伙伴篮架,他意识到,这可能是他职业生涯中,最后一次,作为运动员站在起跑线前, 跟剑已经缩了上去,他没法再走路,被台上轮离离开了赛场,2012年8月7日,轮断,2012奥运会中国军团第11日前进,刘翔退赛请了拦架告别,如果哪天刘翔不优秀了,请大家原谅他,哭了半夜,母亲几粉花在腾讯的访谈节目,尚略带心酸地说出了这句话,新闻里和网络上的声音依然刺耳, 似乎没有人相信刘翔此举不是在作秀,背后没有巨大的利益支撑,牺牲在奥运赛场的那一刻,他真正使然了,觉得自己对得起所有人了, 他后来在访谈节目中对陈鲁玉说,不敢轻易说出这句话,只是心里安安下决心,以后千万不能这样对自己了,为了家人,为了关心你的人,你不能这么做了,躺在伦敦医院里的那几个晚上, 是他那段时间睡得最安稳的几天,作为运动员我尽力了,至于别人怎么评价,我已经学会慢慢看淡了,他接受新年周刊采访时透露,自己渴望离开,渴望道别, 渴望回到了2004年,以前无忧无虑的日子,雅典奥运会把他推销了人生最极致的高度,可随之而来的是无穷无尽的烦恼,我身体里最本真的东西还在,谁都强不走喝出道。 谢谢。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